台北燈節 主燈節目呈現光榮 哇 品宮鄉下而且可以感受到 台北燈節主燈呈現光榮 率先在燈節記者會亮相 主體高達10公尺全金屬製作 創作者杜清翔以一指成形賦予作品生命 同時搭配音樂製作人K6劉家愷 為主燈展演全新編曲 我覺得是一個緣分 因為剛好我兒子也屬龍 然後今年他剛好在過龍年的時候就會滿12歲 所以我就想凸顯文化傳承 把這個文化傳承的概念帶到音樂上面 然後所以從西門町有很多的流行音樂和電影 然後甚至於歌仔戲都在這邊是 扮演相當重要的一個角色 所以我就取樣了歌仔戲裡面常用的 五聲音階其中兩個音 然後再發展 再隨著主燈的演進 然後發展成最後12個音都用到 然後也剛好就是對我的兒子的一個感覺 就是他今年12歲 那我覺得就把這個東西在音樂上表現出來 也增加整個在大家在看主燈的時候 好像可以感受到磅礡的電影感 那這一次的台北燈節我們在一開始的設計之初 其實我們就投入了非常多的環保 還有持續以及再生的這一個設計的元素跟概念 去做共同的打造 那我們希望呢可以用所謂的策展的 藝術策展的理念來帶入這一次的台北燈節的整體規劃當中 所以我們邀請了非常多跨界的藝術家 甚至一些藝術從業人員跟我們共同打造了三個展區 當然包含到了我們的北門展區 在我們的北門展區呢 我們這一次一樣為大家包含了我們所謂的360度光影雕塑的古蹟 上面的一些光影作品 那當然還有到了我們的中華路的展區 這邊呢有著我們在地的藝術團體 與我們共同打造的非常多潮流藝術的一些燈飾作品 那接著到了我們的西門展區 在我們的西門展區這邊除了可以見到我們非常巨大的主燈之外 同時還有一座我們以紅樓為第一人稱視角 所打造的紅樓祭司的作品 它將帶領著大家穿越這個所謂的西門町的文化歷史故事 一起去探索這個西城的一個歷史由來 那接著當然在我們整體這三個燈區當中 我們用了無間段的所謂的光環境的方式去做縫合 那我們希望更多的民眾到了我們的台北燈節在逛燈會的同時 他是無間段的感受我們這個光影的魅力 那同時在這個當中我們希望在這一步一景裡面 所有的民眾都可以去感受到我們邀請來的插畫家 書法家還有我們的在地潮流的藝術家 他們共同用心去傳達的西門故事 還有我們的歷史文化的一些精彩 我們在整體的佈置當中 我們希望是可以邀請所有的國內外的民眾 到達了西門町之後可以去尋找追尋著我們這個龍的足跡 去找到大家傳承記憶中的台北的故事 同時也可以去創造全新的在台北的回憶 事實上龍是象徵我們華夏精神最重要的一個東西 它是一個精神在我們宮廟在我們藝術創作上面都可以看得到 但是我認為還是不夠 為什麼因為大家都看到了沒什麼了不起 剛好加上我本身是有軍人退伍的那種 我就思考一個問題就是文天祥的正氣歌 它裡面有一句話很感動我 它是說天地有正氣 雜然互流行 所以說龍在天地之間它是一個氣 它是一個旋體 它是正氣 所以就把那個概念 意念把它帶入這件作品裡面 相信等一下大家來看的時候一定會被它感動 登節場域選在西門町到北門 將西區草根新文化故事透過登主呈現 活動從2月2號開展到3月3號為期一個月 讓國內外遊客盡興規劃郵程 觀傳局與產發局也串聯周邊商圈地下圈 並規劃一至三天不同深度的郵程 盼帶來更多觀光效益 到時候像包括我們的這個指導藝術家 我們的多老師還有我們的這個K6 我剛剛叫比較習慣你的名字是K6 他是我們蘇打綠的成員 所以在音樂製作上面也都非常非常的厲害 所以相信這次的組合一定會讓大家感受到 雖然是一個傳統的燈會 但是在又很有草根文化的西門町西區 但是我們會結合台北市的現代 所以呈現出來從我們的西門商圈 這邊的西門廣場到中山樓的廣場 到我們的北門的廣場 整個還有那邊整個古蹟群等等 我們整個都會連結起來 包括我們的這邊商店街所有的我們的商圈 以及我們的宮廟 全部都會集合我們的力量來迎接這次的台北燈節 那我們也透過產發局的協助 跟周邊的像西門町商圈 園林商圈還有台北地下街等等的 我們做了一些相關的配套活動 希望民眾到台北來除了賞燈之外 也可以到商圈去看看喜歡的東西 買買喜歡的東西 我想到台北來參觀台北燈節 會是一個非常愉快的旅程 這次燈節分為西門北門及中華路三大燈區 西門燈區有主燈 北門燈區有光影雕塑及互動式作品 中華路燈區找來在地藝術團隊打造潮流燈飾 三個燈區以光環境縫合 讓旅客探索龍的足跡 同時無間斷感受光影之美 記者瓦軍 台北不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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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